日本一人之一遭伊斯兰国斩首 经过超过一天的沉默 台湾时间约昨天晚上十点 网络上出现伊斯兰国声称处决一名日本人之的消息 伊斯兰国上周二公开写持两名日本人之的影片 要求日本在72小时内赴约63亿元台币的赎金 但是现在的影片改口要求人之交换 瑞夏威2005年11月 参与约翰首都安曼参加饭店的自杀连环攻击案 吃手被捕 造成63人死亡 日本赴外务大臣周山泰秀 昨天亲自前往约翰首都安曼 试图联系伊斯兰国 同时在伊拉克北部对抗伊斯兰国的库德独军队 声称在上周三收回将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且中断伊斯兰国控制的大臣摩苏尔通往叙利亚的重要部极限 但是美国国防部前天透露 美国为首的联军从去年8月开始空袭伊斯兰国 只在伊拉克北部收复700平方公里 伊斯兰国仍具有相当于1.5个台湾的土地 到新闻做个报道